老马石途 战国时期 燕国受到山戎国的侵扰 于是就向齐国寻求援助 齐桓公亲自带领大军 帮助燕国攻打山戎国 齐军打了几乎一年的仗 终于取得了胜利 可是由于齐军出征的时候是春天 回来时却是冬天 一路上的树木景色全都变了样 齐军迷失了方向 找不到回家的路 将士们归心似箭 望着眼前茫茫山野 却又不知该往哪里走才对 就这样 大军在山中转了好多天 都没有找到当初来时的路 更麻烦的是 军中所带的粮食就快要吃完了 如果还不能走出大山 那么大军就会全部饿死冻死在山里 齐桓公和手下的将领们 急得团团转 相互望着直犯愁 齐桓公对天长叹一声 难过的大声问道 天啊 我骑过的将士男儿们没有战死在战场上 却要被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啊 将士们听了大王的话 心里都十分默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一直在沉思的军师 管仲突然说道 有办法了 大家一听 立刻围上了问道 什么办法 快说出来 听听 管仲说 老马一般都有认识路途的本领 不管走多远 他们都记得回家的路 我们不妨试试老马这个本领 话音刚落 齐桓公就立刻命令士兵 选出军中最老的马 然后让老马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果然如军师管仲所说 老马们把军队带出了山野 走上了回家的大路 齐桓公松了一口气 将士们也喜笑颜开 称赞军师管仲博学多时 知道老马能识途 老马识途 本意是指 老马熟悉自己走过的路 现在比喻富有经验的人 善于处理事情 能在某个方面起指引的作用 他的经验词有 老马之志 驾轻旧熟 轻车熟路 反意词有 迷途高扬 人地生疏 少不经事 初出茅庐 乳秀未干 老马食途 也做食途老马 图不要写成图 在日常生活中 老马食途这个成语 我们可以这样使用 我们之中 只有你 老马食途 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 这次旅行 理当由你做导游 也可以这样使用 王教授经验丰富 在探索学术奥秘的道路上 就像老马食途一样 能准确地引导 学生们的思考方向 还可以这样使用 在象棋方面 您可是老马食途了 请您给大家一点指导吧 一字之诗 唐朝 有一个法名叫 齐己的和尚 他学识渊博 很喜欢写诗 一年冬天 他观赏梅花后 诗性大发 写了一首 题为早梅的诗 并拿着写好的诗 去向诗人正谷请教 诗中有这样一句 前村深雪里 昨夜树枝开 正谷认为 如果把树枝开 改作意枝开 就更能体现 梅花开得早的意境了 齐己和尚听后 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拜正谷为诗 称正谷为 一字之诗 一字之诗 原意指 修改一个字的老师 现在 人们把那些 在诗文中 改动一个字 就使诗文 更完美的人 叫做一字诗 或一字之诗 他的进译词有 一字诗 半字诗 反译词有 万言之捧 一字之诗 也做一字诗 在日常生活中 一字之诗 这个成语 我们可以这样使用 王总编 在审查文稿时 经常扮演 一字之诗的角色 很让大家佩服 也可以这样使用 玛丽为小强 改了文章中的一个字 大家都觉得非常恰当 小强就称玛丽 是他的一字之诗 大财小用 南宋大诗人 心气急 很有才华 他不仅精通诗词歌赋 还通效兵法 擅长领兵打仗 由于受到 主和派大臣的排挤 他在朝中的官职 只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安抚史 有一年 宋宁宗 照新气急进京 好朋友路由来送行时 做了一首诗 诗中说 新气急的才华 可与古代的贤相 管重萧和相比 可惜只做了个 小小的安抚史 真是大财小用 后来新气急 还是一直没有得到 皇帝的重用 最终在忧愤中死去 大财小用 意思是说 把大的 好的材料 用在小的 不起眼的地方 现在比喻 使用不适当 造成浪费 他的进义词有 牛刀割击 杀击用牛刀 牛顶烹击 长财短用 反义词有 适财适所 人尽其财 物尽其用 大财小用 也做大财小用 在日常生活中 大财小用 这个成语 我们可以这样使用 小杰从理工大学 毕业后 一直在街边卖水果 真是大财小用呀 也可以这样使用 每个人的工作 每个人的工作安排都很重要 不同的人应当给予他们合适的工作 不要大财小用 也不要小财大用 还可以这样使用 这项工作非常的简单 让一位博士来做 简直是大财小用 天下无双 战国时期 魏国信凌军因为偷兵符去解救赵国 担心魏王治他的罪 便移居到赵国 在赵国 信凌军为了招纳 毛公和薛公两位隐居的贤士 就秘密混到赌场和酒房中去结识他们 赵国平原军知道了这件事 很不屑地说 听说信凌军为人天下无双 可现在看来不过如此 平原军的门人听到这话 觉得平原军是个不中学识的人 而信凌军则人品高尚 于是都投靠到了信凌军门下 天下无双 字面意思是指天下再找不出第二个 形容出类拔萃 独一无二 他的敬意词有 天下第一 天下无敌 举世无双 一只独秀 独步天下 绝世超轮 灌绝群轮 无出其诱 反意词有 陆路庸才 凡夫俗子 平庸之辈 泛泛之辈 司空见惯 屡见不鲜 不足称道 在日常生活中 天下无双这个成语 我们可以这样使用 这部电影中 李军饰演了一个 刀法天下无双的侠客 也可以这样使用 罗师傅的厨艺真是天下无双 很多人都慕名来向他学习 还可以这样使用 他的琵琶演奏精彩绝伦 简直天下无双 令在场的每一位都深深地陶醉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